- 強者不是每一天都強,強者不是這樣啦,強者是 你必須要去比賽,吸收經驗,很多次的失敗,累積經驗 然後你才夠資格成為一個強者 輸,贏 我想問你,你要準備這次的比賽 你付出,你全心全意了嗎 你準備的周全嗎,你自己有把你應有的表現表現出來 輸,去比賽只有兩種心情,輸跟贏嘛,各占一半一半嘛 如果今天只為了贏而產生的,我跟你講今天沒有人要玩體育了 今天沒有人要玩了啊,輸就要開始,輸就沒有第二次機會嗎 不是,比賽是一個鍛鍊自己,測試自己,了解自己 的一個比賽 不是,為了要,一定就是冠軍這一條路,我再講一次 比賽是,你要了解自己的缺點 驗收,欸我練了這麼久 難得有這個比賽,可以讓很多的強者 出現在這個場地 讓我了解世界有多大 讓我了解實力跟別人 讓我了解我自己的缺點 他沮喪比賽這個用意 是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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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是說 我只要贏冠軍 我只要贏冠軍,所以 意志消沈真的沒有必要,為什麼 因為你是為你自己而跑 你是為了你自己而住 輸贏不要在乎 輸贏不重要 重要是你這個過程 你有沒有盡心力 我有啊,我盡力了,但是我輸了 代表什麼?很好 你現在才高中 你現在才幾歲 你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你還有很多的練習機會 你還有很多因做而為做的事情 代表你的人生很長 你還有很多目標可以繼續拼 還有很多路必須要走 很多路必須要走 很多路必須要走 也許你了解了 有一天,像我現在講也許你們年期清 你沒有辦法了解我在講什麼 但是有一天 你一定會了解 館長講的是什麼 有一天,你會懂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話 敵區確確的 你是為了你自己 唯有你去參加比賽 才可以讓自己進步 你想成為男人中的男人嗎 那你就拼啊 你想成為這個項目的王者嗎 那你就得必須要去努力 你想要讓你的 好,可是館長 我就是參加天聚隊 我也許未來 我也許未來,OK 很多人 他一生當中很平庸 沒有什麼機會去比賽 沒有什麼機會 也許他忙,也許他家境不好 也許anyway,各式各樣的事情 但是今天有一個機會 擺在那裡 讓你證明你自己 有什麼好 有什麼好意志消沉的呢 你出去舞台是你的 要證明給別人看也是你 你如果意志消沉 你只是在給你自己繞苦 所以你的人生 你就得一輩子這樣過嗎 很多人沒有這個機會可以去比賽 很多人沒有這個機會可以去比賽 比上你必須享受比賽 享受比賽的緊張啊 享受比賽的緊張感啊 享受比賽的刺激度啊 從當中去獲得 一些比賽 沒有比賽的時候 沒有辦法獲得的東西 這就是比賽的精神 比賽不是用來意志消沉的 比賽是讓你更加的厲害 更加的進步 也許你這輩子就比這一場 以後這輩子後面就沒了 但是這一場比賽 你準備的這些時間 你去比賽的這些種種的 經歷過的這些人事物 日後都將成為 你這一輩子最美好的回憶 人 並不是不會死 人 他有一個年紀的 你年輕的時候怎麼樣 你中年的時候 老人的時候怎麼樣 你現在有你的本錢 你讓年輕不留白 你可以寫你自己的歷史 你不去拼 等到怎麼樣 七老八死再去拼吧 你拼不動了 你那時候有更多的煩惱 更多的事情等著你 你必須要去拼 你必須要去做 去實踐它 哪怕是輸了都得要做 都得要實踐 從中間獲取你 人生當中的一些經歷力 就算你日後沒有要比的 但是今天這件比賽這件事情 在你的人生當中呢 它充滿了美好的回憶 它是 可以給你很多很多想像的空間的 它是 可以帶給你 無限的一個快樂 你老的時候 你回想 哎呀 年輕的時候多好 人最怕什麼 人最怕 人最怕什麼 沒有成就 成就 成就 各種成就 人最怕沒有回憶 沒有成就 那你老的時候你就很悲哀 就算你很會賺錢 但是你沒有做出很多 轟轟烈烈的事情 人生沒有活得很轟轟烈烈 以前這句話 人家把它用在不好的地方 這句話 我喜歡把它用在好的地方 叫做年輕不留白啊 人不輕狂往少年 這個狂啊 狂可以用在很多事情上面 我對運動的堅持很狂啊 我日以繼夜的 我不斷的 讓我自己變強 這也是一種狂啊 我希望 你們把這種事情運用在 這個東西上面 我也希望 我也預祝 你們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我也希望 就算你們沒有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我也希望 以後這次比賽 你們可以獲得一些 不是這些冠軍獎盃 不是這些好成績可以帶給你 是這個過程 所以你們應該現在幹什麼 你們現在應該要自己努力的練習 為的是什麼 讓你的人生有所成就 成就是什麼 成就每一個人的都不一樣 我是認為有做 我常常勉勵各位 我辦比賽來打啊 你不是來求民的 你敢站在擂台上 你就已經贏過了幾百萬人了 為什麼 因為台灣兩千兩百萬人 有多少人沒打過雷台賽 非常多 你就已經贏過多少人了 這只是過程 不是一定要輸一定要贏 是我敢 我敢做 我做了 我也訓練出來了 輸贏再一回事 輸了下次再打回來 但是 這次也許你年輕 你這個全中雲就只有一次 就只有一次 這次 這次過了就沒了 館長不斷的不斷的不斷的 從裡面解釋一個東西出來 年輕啊不要留百 你不應該放棄這次機會 它是你一生當中 現在當中 你那麼年輕當中 最應該把重心放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不要去想其他的東西 教練不教 自己做嘛 自己練 因為你是你 不是教練 你站出去永遠代表是你 你有娶老婆娶誰的 你的 你爸爸的嗎 你朋友的嗎 你教練的嗎 娶你的 這個比賽是誰去比 你比 場上跑的人是誰 你教練嗎 你 所有的酸甜苦辣 誰在承受 你 所以你應該 你的內心 應該像男人的一樣燃燒 那個那通火啊 是應該不會滅 希望大家不要看不清 不要看不清 不要看不清你自己 也不是因為誰沒有教 你在練習的每一滴汗 喘了每一口氣 每一個延遲性的肌肉痠痛 每一天辛苦的訓練 這些東西都是造就 都是要造就你未來 能不能成為一個很好的選手 不是一個拿牌的選手 不是一個冠軍選手 是一個你自己 對你自己 你敵人就面對你自己 你有沒有盡心盡力 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以我希望 你們已經高中生 我高中的時候我已經是個男人 我高中的時候無依無靠 我只能靠我自己 我高中的時候 我只能憑自己雙手出來賺錢 我沒有你們那麼好的機會 可以去皮全中運 好好的運動員 好好 我只能靠著我自己 運動只能變成興趣 不能當吃飯 我那時候 也沒有那麼好的環境 也沒有什麼田徑隊 也沒有什麼體育班 我們就是放牛班 我們就是不吃東西 我們就是做工的 我非常羨慕各位 有這麼好的一個機會 可以去參加這麼大的一個賽事 尤其你們又年輕 我真的很羨慕 我真的很羨慕 請你不要放棄你自己 因為連你自己都 如果都放棄你自己 以後 誰 你的肩膀誰敢靠你 是個男人 男人就要肩膀 肩膀就是給那些要依靠你的 你的家人會不會老 你的父母以後要靠著你 你的小孩未來要靠著你 你的女人未來要靠著你 雖然現在只是高中生 但是我相信 看完我這一段之後 你們會成為男人 而且不要成為一般的男人 你們要成為男人 中的男人 希望今天晚上 這段話 可以幫助得到你們 我也勉勵 全台灣 所有有運動 對自己有目標的男人們 或是女人們 立下的目標 你就得去執行 不一定這輩子可以達到這個境界 但是你做了不是嗎 我的確做了 我的確不出了不是嗎 來了這就是 這些東西就是你的成就 屬於你自己的歷史 歷史 是自己去寫出來的 自己去做出來 謝謝大家晚上的收看 也謝謝大家浪費時間陪我 再度過這個短短的半個小時左右的一個時間 我相信現在的小孩子 都比我那時候要來的聰明的態度 現在的高中生 比我以前大學生 甚至以前30歲的人 還要從 因為現在的科技進步 資訊爆炸 我相信我在講的話 你們都聽得懂 最後 勉勵各位 勉勵各位 眼睛不要看自己的腳 眼睛邁向遠方 然後努力的 好好的 去訓練 然後到比賽場上 我們就讓成績來講話 我們就讓成績來講話 謝謝大家今天晚上的陪伴 謝謝大家大家晚安 掰掰